还有将近一个月全新的iPhone17系列 以及搭载全新高通效能处理器 零发哥处理器的手机就要陆续发布了 你没听错 今天搭载全新处理器的平台的手机 都将会在约会份和我们见面 这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下半年三个处理器平台各自的情况 都爆料总结 首先 苹果iPhone17系列 搭载的处理器A19 Pro 将会采用台阶键三纳米N3P工艺 有可能会采用新的4加4 8核CPU架构 也就是4个性能核心和4个能效核心 苹果的设计重点可能将更多放在PPA 也就是性能功耗面积的协同优化上 也就是芯片将在追求更高峰值性能的同时 更加注重日常使用场景下的能效表现 CPU频率可能会达到4.4GHz 晶体管密度提升18% 能效比优化20% 而在AI方面 苹果将会带来超大幅的提升 可能提升到20核以上 端子AI任务处理速度提升300% 这也会让接下来的iPhone实际系细 在本地处理AI方面带来显著的升级 比如拍照时实时优化 Siri想象更快更智能 可以处理更复杂的AI绘画工具 同时针对Vision Pro协同 在AR场景下带来实时语意分割 延时低于20毫秒 当然对于安卓阵营的端侧大模型 苹果还是隐私优先策略 限制了数据训练 而值得注意的是 为了带来更好的AI体验 iPhone17系列将会采用12G的运行内存 而联发科天洁9500带来了台积电3纳米的N3P工艺支撑 CPU依旧是1加3加4全大核的老策略组合 不过核心架构和频率倒是提升不小 一颗Travis超大核 三颗AUTO超大核 四颗JALUS大核 采用了ARM最新推出的X9系列的Travis CPU 超大核的主频可能高于4G核资 其他核心的主频也会带来一些上调 同时缓存部分L2缓存未知 L3缓存上涨至16M SLC保持了10M 天洁9500这一次四个超大核心 支持了ARM公版的SME指定机 它能在CPU内部开辟一个临时的 超高效的数据处理区 GPU采用了全新的V架构16核的GPU 主要优化了光线追踪性能并降低功耗 AI方面 NPU 9.0提供了高达100Tops的性能 可高效支持图像识别实时翻译等复杂场景 产品方面 蓝场的VOX300系列 OPPO FUN X9系列 预计将会在2025年第四季度上市 接下来就是高通骁龙8ALATE2 处理器了 由台积电代工 此次采用的是台积电最新的N3P工艺 同时采用了高通第二代资源OREON CPU架构 核心组合延续了上一代 两颗超级核 六颗性能核 超级核 频率为4.6GHz 而为明年三星Gas S26系列定制的领先版为4.74GHz GPU方面将会搭到Arduino 840 GPU的主频最高可达到1.2GHz 那独立缓存增加到了16MB 支持了LPDDR5X或者LPDDR6内存 AI方面的高通骁龙8ALATE2的NPU 算力提升至了100Tops AI推理速度也会更快 比如可以在1080P的画面上带来4K的超分画面 带来更快的端侧多模态的AI算力 比如可以在不联网的状态下带来语音指定机的声声图片 编辑文档 而且针对手机屏幕的亮度算法上面 支持了SME1、SVE2指定机和硬件机的阳光屏 提升屏幕亮度 手管搭载机型是小米16系列 同时iQOO 14、1加14等机型也是首批搭载的产品 预计将会在9月底到10月份集中发布 从今年手机芯片的发布可以看到 今年处理器的性能基本上属于一个稳步升级 而提升最大的来到了AI的NPU方面 大家均在端侧本地化 AI带来了很大的算力提升 无疑会让我们手机在无需联网连接的状态下 能处理很多AI功能 从而提升隐私保护 同时今年的手机发布时间 也比往年提早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了 想必有商店也想在今年和苹果摆摆手腕 今年9月份将会是科技圈最热闹的一个月份了